レオ聊世紀 天天龍心 大家好 我是レオ 今天來看賽爾特人 最三部攻擊的人 這場比賽是峽谷的前提地圖 好 下面介紹一下藍方選者的文明是賽爾特人 賽爾特人最大的特色是他伐木技術 伐木的速度是遊戲一面最快的 那他的攻城器攻擊速度也是最快的 那他的血量也是最多的 那賽爾特人他的步兵速度也是遊戲一面最快的 所以在峽谷地圖當中 前期打這個三棒棒開局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對手的定位通常會比較好找到 因為就已經是在這個 中間的這個分水嶺的對岸 一定就是DM的位置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伯恩蒂人 那伯恩蒂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科技是可以提前一個時代去研發的 這個一級伐木一級農 都是黑暗時代就可以研發了 那封建時代就是惡農、惡木也可以研發 而且還有用火折扣的效果 那伯恩蒂人他的馬舅也是科技半價的 所以他的研發成本都是非常低的 可以快速承襲這個160有效 因為他沒有品種 所以血量會少20滴血 那伯恩蒂人的火槍火炮呢 攻擊力傷害還會再加上25%的傷害 所以他的火槍跟火炮也是非常痛的 後期有革命一波可以把自己的村民都變成軍事單位 一波革命帶走對手 好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智障地圖 那智障地圖中間有大量的路群 還有這個魚可以去採收 所以如果你前期投資一些村民到前線 就是高風險高報酬 你要在前面打獵或是捕魚的話 唉唷 到他贏了 我快招架不住了 哪泥 我快招架不住了 聽我所說真帥 好 那如果大家村民去前面吃路險的話 那你就要去想辦法去防守對方的這個弱馬 或是工兵的騷擾 正所謂高風險高報酬 好 那這裡呢 天空熊是用前期打輸了 好 那這邊可以看到博光地園 天空熊是三個人伐母 然後準備要來採收火子 好 這邊開始派人吃火 那峽谷這張地圖 如果你是選哥德人 或者是蒙古人 算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畢竟這個野味可以吃得很久 所以以前這張地圖在前期出現的時候 會看到 比較沒那麼高分場 大家都會選蒙古 我去用這個弱馬 封劍一隻暗 然後去瘋狂打獵 的一個打法 好 那果然道特這邊是打了三棒棒 開局壓制 現在三棒棒很快就可以到敵人家 所以 槍龍熊 會比平常還要再防守更有時間了 現在這也是嗎? 封劍四代 他要等弓兵出來 黃金也沒有挖 唉唷 這邊開挖 OK 這邊開挖應該是沒問題了 好 那接下來弓兵就是繼續按 好 這裡可以第一個牆進來 那第一牆進來嗎 還是往裡面走就好了 欸 直接圍起來 OK 這也沒問題 哇靠 道特這邊棒棒 按了有夠多啊 七隻黑暗棒棒 這個一定要按裝甲步兵的吧 好 結果兩邊呢 都是到野外打野 那天空熊這邊有看到 拉了一隻弓兵過來 趕快來射一下 阻止一下道特這邊吃野味 好 裝甲步兵馬上撿一下 好 總共有七隻裝甲步兵 好 裝甲步兵拉回了 前期的進攻喔 這個節奏是相當快的 薩萊特 道特這邊是打了 七隻裝甲之後 轉出了射箭場 看來還是要轉個毛兵 反制一下工兵單位 那天空熊這邊打野被抓到 直接往下吃野味喔 應該是要插個魔法 插在岸邊喔 可以邊撈魚喔 邊吃這個鹿喔 那看一下天空熊怎麼做呢 欸 走到了邊邊角角 他可能是感應到了 道特是要來抓他 畢竟看到裝甲步兵都離家裡 都已經離去了 一隻裝甲都沒有 所以一定是在野外 找自己的村民 好 結果是最下面的位置 道特這裡沒有看到 好 那由於這個沙丘地平喔 是沒有辦法蓋建築物的 所以這個模仿只能離岸邊這個魚尺 盡量靠近一點點 好 天空熊直接補碼頭阿 好 陸群吃完之後 決定要來吃 薩西米 開始捞魚 捞好捞滿 好 天空熊的攻兵 也開始要準備來騷擾一下道特 那現在道特的兵力還是非常足夠的 七隻裝甲步兵 好 打正面的話一定沒問題 還是要先趕快守思這個射箭場 但是現在道特沒有點一級射喔 所以 他現在要反擊攻兵 手勢有點短 哇 射程太遠 果然射不到 所以這裡要趕快點一下一級射 才會比較好打這個射箭場 好 一級射點一下 點完一級射 這個裝甲步兵可以繼續攻擊軍事箭子 軍營阿 射箭場 後面的馬舅 兵工場都可以 好 天空熊這裡也剪下一級射 喔 按了一個 自爆船 好 但是一拳打掉了裝甲步兵 現在是道特中偵察到了 這裡有村民在 可以 補支援 那 待會兒天空熊再按一隻戰劍喔 就可以反擊對方的 弓箭手 或是肉馬 好 天空熊沒有按戰劍 就按 只有工兵在這裡 來拿村民來打毛病 喔 家裡已經開始BBQ了 這裡已經不是按不按戰劍的問題了 是家裡已經擋不住的問題了 完了 這裡工兵要趕快射掉裝甲步兵 那 裝甲步兵呢 那 裝甲步兵呢 千萬不要拉村民去打 這個時候去打的話 很容易被瞬間收掉好幾隻的村民喔 村民去追一下毛病是OK的 那如果對方裝甲只剩三隻左右 又殘血喔 就可以拉村民去打 天空熊這邊是血量算得非常OK喔 那這邊可以先打毛病 然後用工兵去解裝甲也是可以的 好 當然裝甲步兵還是先扁會比較好喔 為什麼裝甲步兵真的太痛了 OK 天空熊這一波解得很好 整根劍塔算投資掉了有點可惜 但至少守住自己這一波的壓制喔 村民樹也只是死了一村而已 已經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天空熊各拉了一隻村民去追對方的毛病 好 攻擊手暫時沒有辦法為村民做些什麼 現在要來撤退 那道德這邊升到城堡時代 應該是3TC開樓的一個路線喔 因為他的木頭量很多 或是打一個升頭前壓 都有可能 好 那這邊兩邊都在升城堡時代 天空熊點下了一級農田 二級伐木也補下了 好 這裡有一隻一台戰艦出來了 有戰船就可以稍微防守 這個戰艦是遇到Bug了嗎 怎麼走出去了呢 這邊防守還不錯 這個殺丘地形難道可以自由的移動 哎呀 真的是可以啊 哇 我都忘記這樣地圖中間是可以用戰艦去防守的 OK 天空熊這邊補了碼頭 開始防禦 這張地圖很久沒有看到了 峽谷出戰艦的情況 OK 那戰艦稍微出幾艘 天空熊想要在下面建立自己的海軍基地 這時候稻荷點下的奴炮戰艦升級 好 火戰船變身 這裡有一艘之暴船嗎 欸 這是什麼運輸船 這是天空熊按錯的吧 怎麼會有運輸船 這運輸船 是要運去哪裡 好 天空熊看起來要放棄了 這個戰船應該是守住 選擇放棄吃野味 喔 但這邊工兵直接抓掉了三隻村民 還不錯 好 騎士回頭打一下 賽特人這裡要轉騎士嗎 好 3TC開農之外 4TC也補下了 3TC之後補4TC 然後再補一個工程系製造所 選擇了一個不交流的路線 好 但是現在道特有 海軍上的優勢 現在中間這個地方 雖然他沒有自己在採資源 但至少也讓天空熊有無法安全地採資源 我就要看天空熊有沒有打算要去 搶奪中間那塊肥美的野味了 但野味這個東西喔 就跟 黑暗時代跟風箭時代捕魚的感覺一樣 前期也加持很多 但中後期喔 大部分的情況還是要靠這個種田 去維持自己的肉量 畢竟野味是會消耗殆盡 好 這邊道特想要把天空熊給圍起來 好 應該 但是這邊應該會有結果嗎 好 這邊再掌了一發 投資車預判成功 OK 那這樣子 木門就沒有辦法被衝進來 兩隻貢兵還要繼續秀 還在秀 有機會喔 天空熊 衝進來了 完蛋 天空熊 哎呀 沒有修阿 有點可惜阿 OK 解救掉這一個弓箭手 別加了 這隻天空熊的手術阿 真的很快阿 好 這邊補下了修道院 下面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好 運輸船這邊燒掉 水 好 賽爾特人這邊是補下輪軸技術 4TC 唉唷 不止喔 這是等一下 5TC 哇靠 這是要打一個超級大後期阿 但賽爾特打博物電人後期 其實優勢並不是那麼的明顯 畢竟賽爾特人的大殺器 是這個工程器單位 工程器單位又很害怕火炮 而且博物電人的火炮呢 還有這個傷害加成 對 不管怎麼說 博物電人這邊還是稍微有點優勢阿 即使賽爾特人轉出了 鬆蘭武士 步兵難尾阿 也可以用這個火槍增傷去應付阿 再加上遊翔的坦住 應該打正面來說 不會太遜射於賽爾特人 這邊就要看中間這邊的造化 看一下兩邊怎麼打 才會打出這個軍事差距來 好 那天空熊按了幾隻生旅去造成戰艦 讓造化被迫刪除了自己的戰船 然後這邊生物可以開始撿了 欸 造化這邊看到沒有砸 好 拉了一隻村民去打一下 好 造化一下村民 好 自己 好 有動作了 天空熊這邊應該是要蓋寶 好 蓋在上面 這個位置還不錯 這邊可以空到黃金 又可以空到一個城鎮中心 相當不錯 好 發現天空熊這邊按出了投石車 好 這裡蓋寶 我們蓋起來 好 投石車換掉 唉唷 換掉賽爾特人的投石車 天空熊這邊細節操縫還是非常好 好 這裡趕快挖金礦 待會金礦挖完 讓賽爾特人狂金變得更少 那天空熊這邊趕快放電龍時代 需要趕快轉遊俠上去了 不過這人在城堡時代 就可以研發重裝騎士 所以他升遊俠的時間點 往往會比一般的馬國 還會更快一點 好 道德這邊也是補了一個城堡 這樣要防止天空熊挖自己的金礦 好 這裡轉了一台沖車 讓你直接拆掉 天空熊這邊直接鬼轉 家裡面挖礦 哇靠 剩下一點石頭 也沒有放過的意思 好 這邊電龍時代身上去的道德 應該是要來轉巨型投司機 先拆除上方這根城堡 那天空熊這邊的應對是 果然轉馬就 重裝騎士大會趕快升上去 好 重裝騎士補上 補完之後差不多就可以速點遊俠 這邊再存些黃金 點一下博恩蒂葡萄園 好 上完這點黃金要趕快挖了 那 薩爾特的鬆爛武士 精銳版跟攻擊力全滿狀況 跟遊俠的傷害是一樣的 唉唷 後面這個攔截村民 天空熊打得非常漂亮 哇 這一手村民應該是 沒了 哇 這一手死傷有點多啊 道德有點虧 這一波天空熊 賺到了挺大 那如果能拆掉這個馬就更好 重裝騎士的升級 要是被打掉 這個節奏會不會打亂喔 但是道德並沒有發現 他是研發科技 重裝騎士升級上去了 好險 這邊少量的騎士稍微擋一下 但是完全擋不住 送爛武士的傷害 OK 精銳送爛武士升上去了 傷害跟遊俠一樣是14攻 現在重裝騎士只有12攻傷害 傷害是擋不住送爛武士的 所以送爛武士造價又比遊俠還要便宜 這邊在瘋狂消耗天空熊的騎士黃金啊 這樣天空熊會有點危險 好 哇 這一波送爛武士打得非常好 已經把天空熊打掉了非常多的騎士 待會天空熊那一波遊俠輸來 騎士雖然可能就沒那麼多了 好 那解掉這一坨 真是解到頭破血了 好 剛回去挖個礦啊 黃金 現在有點快斷金了 好 道德在家裡已經準備好了 點下了鐘頭的升級 待會可能要來直拆前線修道院 畢竟天空熊這裡也有四個生物的優勢 好 賽克人這邊三級防禦也點完了 三級功要馬上補嗎 好 這邊重頭補下 重型駝死車 加上工程工程師 這個是賽爾特人最強的死血 超級大後期 超級大後期 那剛剛天空熊被消耗了一些黃金的關係 現在火炮似乎不太好慘了 因為現在要穩住這個工坊 要穩住這個遊俠的數量 黃金可能會非常吃緊 好 道德這邊直接是用了松爛武士 直接手撕城鎮中心 來了來了 狂拆狂拆 哇 好很快 哇 一隻松爛武士都敲不掉 然後就被開始追殺 三刀一隻村民 而且移動速度跑得真的很快很快 好 全部拆完 香蕭熊的村民速度稍微下降了一點點 滿足了清騎兵的升級 這邊想要打一個多線 喔 結果上面有法木村也被抓到 哇 天空熊這一波有點爆炸了 好 這裡有少量的騎兵 想要來透一下實況弓 好 天空熊這邊遊俠終於升級上去了 攻擊力14加1 血量161血 好 這裡直接堵起來變競技場 哎呀 天空熊這個反應很不錯 這裡要包起來打了 OK 把遊俠包起來打 打一下打一下 應該是打得硬的 好 這裡遊俠數量其實並不多 而且血量走160滴血 要擊殺一直遊俠也不是太大的難事 完了完了完了 天空熊這邊打不贏 這裡村民是不是要逃了 金胖弓 一直被騷擾 趕快敲 趕快敲 好 這裡又拉了一切遊俠過來拯救一下 好 正面開始有大動作了 重心投死車兵力塵下 第一時間攻擊的果然是修道院 修道院拆了 趕快拿來就走 黃金噴出來 那現在天空熊革命應該也是沒機會 畢竟三攻還沒有點下 而且步兵海角也沒升級本 村民的數量也不是很多 所以革命下去的話 可能會直接讓自己一波倒 當然只能用火槍跟火炮 稍微擋下對方進攻 但是如果沒有前排的遊俠 幫忙擋賽爾特的松藍武士 正面衝鋒的話是完全扛不下來的 所以這邊薩爾特人的重型器械保護好 然後雖然武士數量也要多 就可以往前推 衝從這邊則是要轉出火炮 才有機會阻止對方推進 好 火炮已經按下 好 兩台火炮之後 應該可以轉一下遊俠 先暫時兩台火炮檔 然後遊俠要繼續 反正面大量收藍武士衝進來 完全扛不住 火槍就沒有輸出空間了 好 這邊繼續收拾 繼續拆除城堡 生物有來撿人嗎 欸 好像沒有在撿生物喔 是不是忘記可以撿生物了呢 生女的位置 生女在這裡發呆 好 天空熊這邊火炮中出來 看下一發 哎呀 打掉了一台 不錯 射程打擊 就是這麼的優勢 再一發 又撿掉了一台重頭 OK 再一發 天空熊這次沒有打到 但是火炮可以一直 遠程安全輸出 工程器越來越少 喔 又砸到了一發 天空熊火炮控得非常好 好 但是正面 遊俠數量太少 直接被收藍武士 給咽了過去 果然遊俠數量太少 完全扛不住 哎呀 天空熊這邊 再補遊俠 已經為死已晚了 遊俠直接被震驚擊破 火炮火箱也全部倒定 但至少剛剛的火炮 已經解了非常多的重型投石車 好 遊俠就過來 然後現在有 13隻的遊俠 OK 這時候補遊俠 應該稍微能擋住了 好 如果再早點時間按的話 就有機會擋下這一波的 鬆爛武士衝鋒了 好 這裡直接拉遊俠 去後面砍軍型投石機 好 後面又補了一些重型投石車 好 終於穩住了一些陣地 好 黃金稍微 全部花光 既然道德這邊也是 兩邊的黃金庫存 都不多了 天空熊這邊存錢出 只有108吋 道德也是差不多的狀況 但以兵量來說 道德這邊是遠遠不絕的 再按鬆爛武士 造價實在太便宜 黃金一點點 大概照兩隻鬆爛武士 只需要一直有小的黃金量 可能 可能還有找 鬆爛武士太強大了 好 當然現在沒有工程器單位 沒有這個巨型投石機 遇到城堡的話還是有點危險 但現在好像沒有城堡了 好 這裡火炮出來 還有少量火槍 天空熊這裡少量部隊 再努力堆疊出來 一些遊俠 雖然我是這邊要衝了吧 好 火槍 上一下 幫火槍扛些傷害 但是重頭很痛 火炮趕快去解後排的重頭 不然一發拍下去就 沒了 哇 遊俠全被砸光 道德這邊打得非常好 火槍火炮也被收掉 天空熊打錯了GG 我們恭喜道德拿下比賽的勝利 好 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拿到了79000 不過第一次是64000 經濟差距大約是15000左右 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